中选会日前宣布 基隆市长谢国梁罢免案成案 将在10月13号进行投票 而最近基隆政坛 蓝绿针对罢免持续交火 基隆在地社群媒体 昨天晚上就流传 基隆的智慧型交通号制 上方的跑马灯居然出现了 能力不够 罢梁要过这八个字 外界就质疑市府的资安 是否被入侵改字了呢 对此交通处的回应是 经查证 这应该是网友恶搞的批图 系统后台一切都正常 有经过加密 那另外关于郑文灿被求处重刑 却还能够交保 很多人都在问 难道不怕他逃亡吗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说 以郑文灿的知名度来讲 要逃亡很不容易 案子7月11号积压 8月27号就起诉 对 这个大概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就是 这个市长已经办很久了 很多稿子都写好了 所以一下子那个起诉书 10万字就剪贴一下就成了 那第二个就是 相关人都已经认了 所以并没有额外的 需要去查明的事实了 那为什么检方会在意 郑文灿人在外面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因为陶检当然知道 郑文灿在桃园地方法院 是有力量的 那到时候你那个一审 还要经过地方法院去判刑 那他们当然会去想 会不会你出去之后 有能力去运作法院的人选 因为那个承办法官 理论上是抽签的啦 可是你也不要认为 完全都不能运作啦 我认为现在还担心 创贡或逃亡 这个不可思议啦 郑文灿人谁都认识啊 你怎么逃亡 难道你要做摊抠出去吗 所以我觉得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原因 那这样会不会成立 所以一般认为 这次交保应该是成功了 立法院长韩国瑜 担任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 今年的国庆宴火 也将首次在云林虎尾施放 云林县长张立善及立委张家俊 也和韩国瑜一起合拍 国庆焰火欢迎影片 没想到张立善忘词NG 被要求重拍 结果呢 他是趁机拿韩国瑜的头发 大开玩笑 说他没有头发 我有头发 需要时间整理一下 惹得现场一阵笑声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欢迎韩国瑜外所有的好朋友 今年10月10号 来到云林县 武北高铁站 来看我们的国庆焰火 来云林吃美食 然后看漂亮的国庆焰火 我一查 所有国庆焰火 云林县居然是蒙来云林县 没有国庆焰火 全都看到这三个鞋子没好 中间居然一个云林县 也就是说在台湾 大家的关注云林县时长 自在模式 但是没有真正想 这个县 它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 有很多美好的一面 都被外面人知道 那我坐云林 很多人来看 人生来云林县找回头 都是一辈子第一次到云林 他们来 我们从高度的经过 从来不下去 我不知道云林有什么 他都不知道 柴米油盐 酱酥茶 好山好水 赞养的领众在云林县 很多很多 但是大家都不乱 所以今天国庆焰火 我们在湖北高层站 云林县政府 摘山县长 和团队 全部都洞察 我们放烟火时间 会长达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这是全台湾 一次的云林县的烟火 郑文赞在今天清晨 是以28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住居在台北的住处 这让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选在台北 就可能会上演媒体休息站 有没有可能是郑文灿 想要到处放火 郑文灿他核定限制住居的住所 是台北市中正区徐州路的住所 台北中正区最终是 用他老婆的名义 挂在他老婆名下 那之前因为他当官员 他不是他 非自住 那时候是非自住 所以他是放在信托的 他明明是在桃园地医院交保 为什么郑文灿要选择 我要到台北 你要知道今天 这种限制住居 每天可能是晚上八点 或是几点 要去派出所报到 要去辖区派出所 要去登记的 到时候会不会有郑文灿休息站 他会选择台北 是不是他想要让更多媒体 每天来看他 另外还有一个疑点 他昨天新闻稿里面 有提到就是他的律师 被起诉那个泄密的部分 他里面讲到 今年七月六号 在被告郑文灿 位于桃园市桃园区 中正路 隔离法社区的居所 诶 郑文灿还有一个住所 他财产申报是桃园市 卢族区 台北市中正区 他还有一个 桃园市桃园区 中正路的隔离法社区的居所 这到底是他买的还是租的 不知道 因为之前的财产申报没有这一笔 那为什么他不申请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感觉起来 是不是有一些蛮特别的地方 我认为每一个政治人物 从政都会有很多人的把柄 只是我要把它怎么运用而已 那这个时候的郑文灿 是选择跟赖清德用和解的方式 还是我开始到处放火 要 反正我接下来可能有十年的时间 要打官司 那我就开始到处放火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卢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卢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卢会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卢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卢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董事长 你还好现在 真的吗 好 好